少年未报羞辱之仇 同时也为了证明战斗不需要伙伴 赤手空拳单挑18名顾良 然而功夫再高也怕菜刀 顾良抄起小刀往少年脚踝来上一刀 无敌的少年行动受陷 身后又有要保护的路人 此时此刻危在旦夕 再给少年一次机会 或许就不会果断挡在女人身前 只因自出生起就一色同阴阳发的她 被当成了怪胎 再加上少年三天一小假五天一大假 于是女同学将她当成只会打架的粗笔者 投来厌恶的目光 教导主任也经常以少年发色做文章 指责其故意将黑发染白 有人钱包不见也诬陷成她偷的 于是打小风亭被害的少年坠入深渊 既然大家将她当成不良 那她就要当不良里的老大 不过在这期间 没人知道少年打架背后的真相 直到今天她遇到一群不良 将一名少女逼到角落 才发现少年不是喜欢打架 只是喜欢打那些自以为师的霸凌者 将他们痛扁是少年一直以来的兴趣 同时能与强者较量也是少年的追求 装完逼后 鹰姚两手插动 转身就要走 这时女人急忙向前拉住鹰姚手臂 并说了声谢谢 然而 这平常不过的感谢 却让鹰姚害羞不已 于是连忙撇清关系 直言自己不是特意搭救女的 只是看那些不良不爽而已 可女人一句话没听进去 随后硬是邀请傲娇的鹰姚去吃饭 而吃饭的地方 是女人经营的一间小餐馆 菊姐询问鹰姚为什么要转学来到风铃 鹰姚表示 听闻这里的风铃高中 是属于不学习只打架的 吊车尾们的聚集地 自己的目标便是打倒这些不良 爬上顶端 简直就是竞争人渣之王的游戏了 听后菊姐不以为意 随即告诉鹰姚来到风铃是正确的选择 只不过这里的不良 与鹰姚想象中的不一样 还有就是 此话一出 气得鹰姚拍桌大骂 表示自己天下无敌 对此菊姐也承认鹰姚的实力 只不过要是登顶风铃 光靠一人是不可能做到的 鹰姚觉得眼前的女人简直无理取梦 直接气得离开了饭店 而刚走出不到两分半 鹰姚就迎面撞上了先前痛点的恋人 这次对方带了不少手下回来报仇 可鹰姚根本没把他们当回事 想要离开却被对方拦了下来 接着对鹰姚从头到尾的嘲讽 恶心的头发恶心的眼睛 反正全身上下就三个字总结 想到菊姐的话 鹰姚就气愤不已 再加上混混那喋喋不休的嘲讽 于是一气之下 鹰姚一拳轰出 砸断了对方的鼻梁 鹰姚实在忍无可忍 虽然她知道自己的长相很奇怪 但自己又没有欠大家什么 为什么要一直揪着自己的缺点不放 这些人就是欠揍 想到这的鹰姚立即冲进人群 不管敌人是有三头六臂 还是有神兵力气 鹰姚丝毫不拒 分分钟将他们按在了地上摩擦 然而就在鹰姚胜券在握的时候 听闻动静的菊姐跑出门外查看 于是毫无意外 她被持到威胁了 但两人并未逃出包围圈 而且现在鹰姚的行动受限 要一边对敌还要一边护着菊姐 难度大大提高了 也就在鹰姚专心对敌的时候 刚刚倒下的混混抓起匕首 划伤了鹰姚的脚踝 这时鹰姚才意识到自己 就不应该多管闲事 拦在对方身前保护她 突然混混抓起棍球棒甩来 鹰姚绝望地闭上了眼 只听见轰的一声 鹰姚却毫发无伤 原来是风鸣高中的人赶来了 由于风鸣的四人赶来 这些混混不出两分蛋 就被通通按在地上摩擦 此刻街坊邻居们打 开窗给风鸣的人加油呐喊 鹰姚健壮一脸猛逼 为什么这里的不良能被人们所欢迎 菊姐解释是因为这城镇直到不久前 都有许多集团和帮派引发纷争 所以导致治安情况非常糟糕 正确来说是在两年半前 从那时候这个城镇就变了 改变这一切的是风鸣高中的学生们 他们解决了城镇里的治安问题 也组织起了一个治安小队 叫做防风鸣 是城镇的盾牌 可听到这的鹰姚顿感失望 这样一来的话 这些不良不就像是正义的英雄了吗 那么自己一直以来被恶意对待 到底是为什么 不良少年凭什么能被得到肯定 一连串的反问直击鹰姚脆弱的心灵 自己想要彻底黑话 却被告知已经不需要了 简直难以接受 菊姐安慰鹰姚 要懂得和自己和解 要正视大家 但因此是这样 就算是希望 对你 无法属性 狗粮大牌 是个一名神 若独贝 是个空脖子 莲仁能出来的 怎样将冤凭 是什么 什么人 是谁的 叫做 使用 只有 尤其就是 那么,你会有谁吗? 这就是,这就是一条狗狗狗的狗狗的狗狗狗, 一条狗狗的公主, 男孩被一群小混混殴打,不服气的他可怎会让混混离开? 反而越是反抗,混混那硬邦邦的昆泉越是猖狂, 然而就在这时,一名骚言及时出现。 混混们又怎么会知道, 这个天生一半白毛一半美瞳的男孩究竟有多强? 黄毛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只不过是眨眼的功夫, 男主就已经将全部混混给料到。 作为风铃高中的学生,黄毛还以为男主会对他失望, 但除强服弱却是男主的强项, 他可不想黄毛误会自己是单方面的救他, 毕竟须有其表的人到处都有, 至于黄毛为何要去风铃高中读书, 男主还是奉劝他先搞清自己的实力。 原来黄毛叫雨景,在他初中的时候, 时常被人当成刨腿小弟, 遭受到霸凌的他只能乖乖听话。 而当时救了他的正是风铃高中的学生, 那撒爽的英姿时刻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为此他也想变得跟他们一样强大, 所以他才会来到风铃, 没想到刚才自己的打架表现实在太糟糕。 闻言男主深有体会,即便如此, 雨景再怎么弱小也依旧不愿服输的精神, 让他认可了这个男人。 也就在这时,被混混欺负的女孩也打过来。 方才多亏了雨景出面相救他得以免受混混为止。 随后女孩一把叫住了男主表示感谢。 男主一听,瞬间羞红了脸, 因为这是从小到大第一次有人感谢他。 就在男主想要离开之际, 雨景又再一次叫停, 从怀里掏出了他祖传的秘迹。 因为在看过他打架之后, 雨景直接化身超级小谜地, 想把有关于男主的一切信息, 全都收集到自己觉得很棒很帅气的人的资料。 男主一听, 瞬间觉得这家伙完全臭不要脸。 当即选择离开, 自此雨景当起了他的小跟班。 虽然自己在打架方面帮不上忙, 但他能为男主介绍城镇和居民的大小事。 直到男主爬上丰林的最顶点, 闻言男主瞬间感动。 而今天是他们第一天到丰林高中报道。 当他踏入门口的那一刻, 他能深深感受到里面来自强者的气息。 而在雨景看到分班的名单后才发现, 原来两人刚好也在同一个班级。 毕竟他还发现, 里面还有他收集到的很帅气又很厉害的几名学生。 然而男主却不以为然, 毕竟和谁在一个班级他都无所。 就在这时, 雨景看到了一个非比寻常的名字, 差点没把他给吓尿, 他那一股活力瞬间跌落到谷底。 在进入班级前, 雨景想要跟男主做一个约定, 那便是让他用友善的态度跟班上的同学们和平相处, 并且最好就是保持微笑。 此言一出, 男主可不乐意, 毕竟他谁的脸色都不堪的。 为此他解释道, 风铃高中是为了守护街道才集结起来的, 况且他们对于外地来的男主, 会让他们有一种排斥的感觉的。 首先最好是让他们知道男主对镇上是无害的, 毕竟成为防风铃的敌人不是一件好事, 他不断叮嘱男主千万别惹事。 这是一个戴眼罩的骚年主动上前来打招呼, 男主立即摆出一副干架的姿势, 却被雨景阻拦了下来。 根据帅气排行名单密集的记载, 这个名叫苏方的骚年, 他可是在一年级之中也是相当厉害的人。 本该嬉皮笑脸的他面色一变来到男主面前, 本以为会就此干一讲。 殊不知他听闻了男主在昨天在大街上的混战中大出风头的事迹后, 瞬间对他有了感官, 大家都对此一脸猛意。 苏方连忙解释, 昨天风铃也有派人出动, 但抢着他们之前赶到并守护城镇的骚年正是眼前的男主。 文言骚年们对于男主的帅气表现纷纷投来了钦佩的目光, 这让男主有点受不了。 不过他们更在意的是, 外地来的男主为何会来风铃读书, 他却不慌不忙说要拿下这里的顶点。 殊不知,此言溢出一场腥风血雨即将来临。 这并不是一样的意思! 这是整部动漫最为血脉喷张的一幕, 男主第一天上学就要干翻所有人成为最强。 这是整部动漫最为血脉喷张的一幕, 男主第一天上学就要干翻所有人成为最强。 但话音刚落, 立马引来了另一个风批猛将, 男人名为金太郎, 初中时期就被全校公认为最强, 如今升入高中哪能见男主装逼, 于是下一秒。 话不投机半句话, 两人很快再次大战一起, 而金太郎动手的原因也很简单, 只因现在这所风铃高中最强者正是他所崇拜的偶像, 但男主却偏偏说要站在顶点, 无疑踩中了金太郎这个狂热粉丝的围躯, 有人担心再度劝架可能会出人命, 殊不知男主实力可不是概念。 也就在双方准备继续决斗时, 广播突然传来一个男人声音, 下秒所有新生立即抬头望去, 似乎说话之人的身份很高。 原来这人就是风铃高中学生的总代表梅公, 同时也是全校的战力第一人, 想到这点男主瞬间斗志满满, 只要打败这个人他就能一跃成为最强证明自己, 而梅公在发表完要好好享受高中的言语后, 也是说起了风铃最重要的校规。 让男主没想到的是, 经过梅公这短短几句话, 班上刚才还彼此陌生的同学一下就熟络起来。 戴眼罩的迪卡同学更是劝男主和金太郎握手言和, 将之前的恩怨一笔勾销, 只因在他看来两人根本没有继续打下去的理由。 首先男主的目标是成为学校最强, 那就不应该为这种小事纠结。 而金太郎主动与同学互握的消息如果被梅公知道, 说不定会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 就这样在迪卡巧妙的攻心下, 金太郎也是率先伸出了和解之手。 男主虽有些意外, 但还是一把握了上去。 也就在两人握完手的瞬间, 其他同学纷纷对男主友好打起了招呼, 尽管打招呼的方式有些奇怪, 但男主却能感受到这其中没有一点论语。 要知道自出生以来, 他就因为天生的义童和黑白发色没少遭到身边人歧视, 可现在他终于体会到了被人正常对待的感受。 不过让男主没想到的是, 开学第一天就被四天王之一的洞召集到了操场, 原来除了位于顶点的湄公, 风铃还有四位实力强悍的天王, 他们分别带领着三个班级, 而男主所在的一班就是洞所带领。 现在他们的任务就是分成五人一组去接上巡逻, 让老生带着新生学习做事顺序和注意事项, 而为了怕男主和金太郎再次打起来。 身为队长的洞决定亲自带队, 男主不理解与其巡逻, 为何不主动出击去把可能闹事的人反对? 然而对此洞却给出了答案, 他们打架的本意只是守护。 就在男主大喊无聊时, 洞突然看见一个老头需要帮助, 于是直接带领小队为气粉刷起了墙壁。 在完成粉刷工作后, 老头也是送给了几人美味的行尸。 就这样走着走着, 众人来到一家高桥面前。 而高桥就是风铃和其他集团的地盘交界处, 一般来说双方都有不成文的规定, 不允许在别人的地盘闹事, 而在高桥后面就是将力量视为绝对信仰的狮子帮。 也就在这时, 一名初中学生正被狮子帮的成员追, 看样子是侮辱了狮子帮的地盘, 就在动思考要不要在对方地狱出手时, 男主和金太郎已经同时飞踹了过去。 狮子帮另外两人不仅没关心倒下的同伴, 甚至还不断出言吵混, 这倒是让男主疑惑了, 紧接着狮子帮的二当家文训赶不过来。 在大致了解情况后, 眼镜男直接抡起酒瓶砸在刚清醒的成员头上。 随即就是一拳拳暴打, 原来在眼镜男心中, 只要被人打趴下, 那就没资格再称自己是狮子帮的成员。 虽然早对狮子帮的帮龟有所耳闻, 可亲眼所见大火还是感到十分震惊, 但这就让男主不爽了, 直言不会狮子帮的帮龟就是狗屁, 莫非殴打比自己弱的人就是他们对力量的性命。 听到男主这么说, 眼睛难顿时来了兴致, 声称以后会找个合适的地方将男主打得满地找牙, 说完便消散一句。 虽然男主的挑衅举动确实有不同, 但动认为就算不这样, 眼镜男肯定也不会轻易善罢甘休, 当务之急就是带初中男孩回到学校, 将事情经过告诉给梅公, 让这个老大订阅。 然而看到梅公正在种菜的样子, 男主瞬间就傻眼了。 风铃高中的老大是个看似不着调的白毛也就算了, 天天他身上那种大哥哥的亲切感却又让男主又爱又恨, 静一时忘了自己来这所高中的目的是打倒这个男人。 殊不知开学第一天男主就为风铃高中惹来了天大的麻烦, 以至于敌对社团的老大直接杀到学校操场, 然而这一切只因他们为救一个被殴打的初中生闯入了狮子头帘的地盘。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几人立马回到学校和老大梅公报告, 本以为擅自行动的男主和长矛会遭到训斥。 却没想到梅公早就听说了男主曾在街上健毅勇为的事件, 风铃高中最需要的就是这种鲁血腥又充满正义的麻烦。 他一直把低年级的学弟们当作自己的弟弟看待, 自然不会因为这点事去责备男子。 一个摸头杀技能更是展现出了自己强大的人格魅力, 然而令他们没想到的是狮子头帘的抱回来的如此之快。 这才没过去多久对方社团的总长就已经单枪匹马杀到了学校的操场。 这嚣张的气焰瞬间就点燃了男主的战役, 但就在他想去和这个所谓的总长一较高下时却被梅公制止。 男主怎么也想不到, 原本和和气气的大哥哥此时的威压却如此强盛, 以至于男主根本无法。 相比于被其震慑到的男主, 对方的兔山总长却依旧一副笑嘻嘻的欠奏样, 由此可见是多么的有识无恐。 原来兔山早就想和梅公一较高下, 只因两人同为两股势力的顶点。 兔山在登顶后却有了高处不胜寒的孤独感, 相反梅公却整天笑嘻嘻的享受生活, 简而言之就是他嫉妒了。 恰巧这次又是风鸣的人主动越界挑衅, 不等机会两久的兔山甚至还没听完手下的报告就马不停蹄的杀了过来。 令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梅公却并不想让事态升级, 以他也打伤不少自己小弟为由拒绝了对方的单挑邀请, 却不曾想兔山也不多逼逼。 也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狮子头帘的成员们这才姗姗来齿, 为首的石龟正是在桥洞底下给男主放狠话的副总长, 他特地来劝诫兔山在对方的地盘单挑并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 毕竟此刻教室里的学生都对他们虎视眈眈, 好似下一秒就会扑上来将其撕成碎片, 眼下事态升级已经不可避免, 加之时归也有点自己的小撕心, 他提议不如约架到明天, 进行一对一的团体战, 只因他想好好痛扁一顿胆在自己面前叫嚣的男主, 对此双方的老大都没有意义, 毕竟梅公想着将事情的波及范围降到最低, 而兔山则是只要能对上梅公怎么样都无所, 对战阵容也就此确定。 然而此时狮子头连这边竟又出现一名黄毛, 点名要挑战灯嘛, 两人似乎是老相识了, 黄毛的出现更是让他点燃了心中的战役。 我也做了。 好,那我们去这位组员吧! 每个团队都赶紧, 我们一起玩, 我们一起玩! 我们一起玩! 于是到了晚上, 为了更好的应对接下来的战斗, 梅公让一年级的几人先在秦夜的店里开一个动用, 自己安抚好学校的其他成员后再来, 但这却给天生胆小的余景下惨了。 毕竟要是明天梅公战败的话, 风铃从此以后都会比狮子头连矮一头。 更惨一点的话, 甚至这场战斗将会是对方吞并风铃高中的一个奇迹。 秦夜却让他放宽心, 梅公坐镇风铃那么多年, 不是那么轻易就会被打倒, 被死中粉长毛听到。 说到这里男主却好奇, 为什么要特地选在这里集会? 秦夜似乎对梅公特别了解, 在联想到之前登马说要是秦夜受伤被知道的话, 事情会变得很麻烦。 这个女人很有可能是传说中的大嫂, 也就在这时, 解决了学校里麻烦式的梅公推门而入, 一进来就迫不及待地给秦夜展示自己种的菜鸟。 苏芳更是调侃到两人就好像老夫老妻一般, 殊不知梅公立马解释到秦夜是她非常宠爱的妹妹。 原来两人从小在同一家孤儿院长大, 关系就像兄妹一般亲近, 然而这却让男主发现了滑点, 既然梅公都称呼秦夜为妹妹的话, 那她的年龄起步是也比自己大不了多少。 在听到秦夜坦言自己只有16岁后, 男主甚至吐槽到哪有16岁就长得那么老气, 殊不知自己这番话差点引来杀身之祸。 这时几人才意识到, 美公式的完完全全的魅控, 就算惹到她本人也绝对不能惹到秦夜不高兴。 一阵吵闹后众人才坐下来好好开会。 原来曾经的狮子头帘即使和现在一样信奉绝对的力量, 但根本不至于会欺负弱小的初中生。 当时双方虽互为敌对势力经常爆发冲突, 但每次打完后都有种戚风对手的爽快感。 然而自从兔山成为总长后一切都变, 她不仅经常单方面的去别人地盘找架打, 更是丝毫不约束小弟们闹事。 这也导致大家对狮子头帘的人都怨声在道。 更加奇怪的是, 曾经不管是兔山还是石龟, 明明比谁都更要重视社会。 如今却对其已经臭名远扬丝毫不在意, 美公认为一切的原因应该都在兔山身上, 只要搞清楚对方到底经历了什么问题自然能够解决。 这却给男主整不会了, 明明是敌对势力, 对方会老老实实告诉你自己的情况吗? 然而美公却说, 看似文文尔雅的苏芳同学竟也是一个笑里藏刀的狠人。 江湖上虽然一直流传着他很强的传说, 但至今为止却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战绩。 殊不知那不过是因为苏芳实力过于强悍, 并且别看他表面笑嘻嘻的。 但每次出手时总喜欢通过语言和肉体的双重殴打不断冲击对方的心理防线。 原来在防风铃和狮子头连爆发冲突后, 双方老大便约定通过个人战来决定谁才是镇上最强当派。 然而对战顺序由狮子头连决定也就算了。 就连对战场地也是在其帮派具体进行。 为此梅宫特意嘱咐男主等人不需要有心理负担, 虽说是一对一的个人战, 但决定到两个帮派生死的还是他们老大之间的较量。 所以他们不必去在乎输赢, 尽情去享受打架的乐趣就好。 话还没说完兔山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招呼梅宫上前来和自己较量一番, 然而马上就被实规制止。 毕竟哪有战斗一开始就出动老大的道, 黄毛小弟表示自己愿意打头阵, 而他的对手正是开学第一天就和男主打了一架的封批山下。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待, 于锦疯狂翻越着自己的花名册查找对方的信息。 他和山下一样是一名力量型选手, 战绩则是曾一拳就打断对手好几个内部, 并且作战方式非常狡猾, 常常会出一些别人意想不到的损招。 然而令他怎么也想不到,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自己的招数毫无作用, 这次他可算是劈到铁板。 警察答应应来在一天天天田和平和兰丹康。 警察ожд意出现的勇敢, 警察知予现时判断的小孩就是了解的。 警察知录和平和兵部, 警察知录和平和兵部群, 警察知录和平和兵部群体提供欲。 警察知录和平和兵部群大臣康。 警察知录和平和兵部群体自身 ut 警察知录和平和兵部群体感冻中的阿弥康。 山下仅仅一招便解决了刚刚还在耀武扬威的黄毛 这一招不仅震得整个狮子头连压却无声 甚至就连被称为风铃百小生的鱼锦也惊讶不离 但结果却并不令男主感到意外 要说在场的人中谁最了解山下的实力 那无疑是和他对打过的自己 虽然嘴上依旧傲娇的表示一般般吧 但其实内心早已认可了这个长毛风批 另一边打输了的黄毛则是被当做垃圾一样丢下了舞台 更加离谱的是明明上一秒还是自己人 两个小弟却丝毫不掩饰对黄毛的厌恶 甚至还不忘在其身上踢上几脚 这种做派着实让男主十分不熟 也不管这里是不是对方的主场 竟然主动挑衅说他们只不过是欺软怕硬的小恶罢 却殊不知苏芳说的话竟比自己还嘲讽 直到双方上台后男主才问到余景 苏芳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 但得到的情报也仅仅只有他在初中时是强到非常出名的人物 但仔细一查却查不出任何拿得出口的战绩和有价值的情报 但无疑苏芳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那种温柔到骨子里 舞台上的苏芳注意到对方紧张到身体不断颤抖 却殊不知那并不是因为害怕 原来之前被一招秒杀的黄毛是和他一起进帮的好兄弟 看到他犹如败犬一般被丢下台才会如此愤怒 殊不知这却给苏芳整笑了 毕竟他们不久前还扮演过那个肆意欺辱败者的角色 原来只有在自己变成被害者时才会哀嚎 一番嘴炮下来直接让对方最后一丝理智也化为乌有 像只疯狗一样朝苏芳扑去 却殊不知他的所有的招式 竟都被苏芳以非常巧妙的方式化解 不仅如此苏芳在每次躲开攻击后甚至都两个还手 等待对方摔一个狗吃屎后又再次开启嘴炮模式 在这种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 很容易让一个人的心理防线直接崩溃 这一切在男主看来丝毫就和温柔搭不上半毛钱关系 毕竟要是换作他被苏芳那么牺牲的话 早就拿把刀切服自己 此刻他已经在思考要是自己身处相同的环境 该如何打败对方了 再次被摔一个狗吃屎后小喽啰发现 原本属于自己这边的主场竟充斥着各种嘲讽的声音 就在苏芳想给他最后一拳结束比赛时 一旁冷眼旁观的石龟却发黄 与其继续让这个小喽啰在台上丢狮子头帘的脸 不如就此直接认输 这番话也无疑是给小喽啰宣判了死刑 毕竟只要是狮子头帘的人但凡输掉一次 就会被帮派直接扫地出门 然而眼下他再怎么反抗也无济于事 但即便如此 苏芳的小嘴却依旧没有停止 直到临下台前还在持续不断的输出 其实原来的他虽然也爱玩弄对手 但也不至于做到如此地步 也许正是因为男主情绪的带动 使得他对这个狮子头帘的主事风格更加厌恶 明明是曾经最崇拜中的人 却还是要代表狮子头帘队中发起挑战 原来眼前这个名为左胡的心愿 其实是终一手交会变强的兄弟 曾经的他还是那般弱小 队中崇拜的五体投地 如今却代表着狮子头帘将中是做了自己的敌人 本该轮到英和石龟条的比赛 左胡却抢着走上前去 这场合的中比赛他等了太久 是时候和他做个了断 而石龟条似乎也看出了两人的恩怨 便欣然将战场先交给他 虽然他们前面已经输两场 但左胡是狮子头帘前五的战力 他们对他也是相当相信 可别忘了 中同样也是风铃四大天王之一 在比赛开始前 中还是打了下招呼 只是没想到左胡会加入狮子头帘 但礼貌归礼貌 可他还是要将胜利留在风铃 面对中的问候 左胡一副不想搭理的表情 急不可耐地只想用拳头回答 当即就冲上前去 这紧张的众人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就在这时 左胡突然一记凌空飞踢江中击中 然而江还是老的辣 中直接就用手肘挡下 担心被抓住机会的左胡只能赶紧后退 线道中还是漫不经心地对付自己 左胡的胜负欲一下就上来了 看来中还是觉得自己跟以前一样的 那他只好让他切身体会一下自己的厉害 随即又一拳打去 看两人打得这么火热 台下的观众也热血沸腾起来 可这并不是什么表演 左胡的每一招一事都在想办法怎么将中干掉 而他的这一脚正是如此 居然在空中停下 这让预判防守的钟突然失策 本该从侧面的攻击竟直接正对着他踢了过来 虽然钟往后闪躲及时 但这也看出了他一直在被压着打 大家不由地为他担心起来 左胡却一点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紧追不舍地再次发起进攻 而托尔山也表示很久没看到左胡这么狠了 刚来的时候他打架就像是在泄愤 现在又变成了那样 看来钟对他意义非凡 面对钟的出招 左胡更是感觉到无趣 还是和之前一样 纯靠力量压制直来直往的 这没有一点趣味性的招数 怎么可能是自己的对手 左胡当即就要给他 见识下自己的成长 左胡更是大意凛然地说道 他不仅没有进步还退步 目睹这一幕 鹰率先就看不下去了 但他并不是想替钟出气 反而是对着钟一顿臭骂 都被这么看扁了还不认真起来战斗 原来鹰早就看出了他在放水 这时钟也在所有人没反应过来时 将手突然搭在了左胡的肩上 就跟刚才没被打飞过一样轻松 但他为了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钟就认真了起来 既然左胡都变得这么厉害 那他也就没有了手下留情的必要 说吧两人便展开了真男人大战 在你一拳我一拳的单挑中 两人非但毫不示弱地承受住 还硬要还回去 再也没了刚才那股一边倒的架势 完全就是比谁更抗揍 也逐渐成了拳皇画风 这让鹰没有失望 他果然还是有两把刷子 不过在这胶着的比赛下 时归条还是看出显然钟站进了上风 可左胡却接受不了这点 明明钟一直和防风铃那群散漫的人混在一起 为什么实力还没被自己超过 一瞬间他仿佛回到了那天 钟从欺负他的人手上将他救下 见到了钟的厉害后 他不光请求钟教他打架 他同样如此崇拜 在钟就要去风铃时 他还单方面许下承诺 明明一定去帮钟成为风铃的一哥 可钟却告诉他 已经打算支持一个叫没工医的家伙上位 他也不会成为一哥了的 所以左胡再跟着也没意义 让他去找自己的人生方向吧 但这在左胡眼中就跟被抛弃了没什么两样 一度认为是自己太弱的他 开始不断挑战最强 最后便被土耳山看中 邀请他加入了以实力为尊的狮子头帘 决心要变得比所有人都厉害 然后将钟打败 让他为当初的决定后悔 而他一心苦练拳脚 现在总算有了交作业的机会 上来就要攻向钟的下盘 钟也是看穿了他的意图 本想一拳垂下去 谁料左胡却直接从他的身上翻过去 然后趁机从背后给他一击 直接将他踹飞机米后 他还是不服输 鼻青脸肿的他再次一拳抡来 可这软弱无力的拳却被钟徒手接下 还在此时向他道歉 辜负了他给自己的期望 随即便一拳下去 为这场比赛画上句号 但在倒下的瞬间 左胡才说出他真正想要的 其实一直不是钟的道歉 而是想在听钟说一句 让自己能继续跟着他 但钟在赢下后 他也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他很清楚狮子头帘以后 对待左胡会像前面的人一样被羞辱 为此他见到石规条走上前来就直接出手制止 虽说他没有全力管他们怎么处置 但钟还是表示等石规条和鹰打完再来处置也不迟 毕竟谁也不知道石规条会不会被鹰击败 同样沦为狮子头帘的弃子 狮子成员已经连输了三场比赛 那么接下来该是石规条上场了 他果断的指名道姓男主 要知道石规条在狮子成员心中已经是一个代言子 他们很缺信这场避影 就连风铃人也察觉到现场的气氛不一样 而男主刚上场时 同伴的鼓励却很平淡 但湄公仪却不一样 他要男主和对方边打边聊的意思 虽然男主不怎么相信干家就是对话 但是他知道上次的国中生已经把事后托付给自己 那他没理由不认真对待 接下来双方的干家正式开始 然而石规条很帅气地拿掉引进 直接扔到一旁 他想慢慢地享受这种过程 双方的初次交锋 男主已经被整个有点努力 就连台下的四天王之一的钟也知道 虽然他知道男主干家很承讨 但这个男人是规条 他是真的靠双手打出来的地位 而男主这边竟然开始嘴炮对方 你不是想慢慢享受战斗吗 动作起来速度倒是挺快的 可不料听到这话的石规条 他认为我也只是略微出手速 那么现在就用这种进度慢慢跟女们 而男主也不甘示弱那就来吧 台下的黄毛已经震惊了 男主光是闪避就很吃力了 但这一点眉弓一定不奇怪 毕竟石规条在以前就已经展现出强者的姿态 也就是说这场的比赛 完全跟之前的干架根本不是一个层次 然而此时的石规条 一直记恨上次男主在地道口说自己狠讯这话 那么现在他要以暴力来回击对方 此刻全场狮子成员人已经炸开了 不愧是石规条 他还是那么强 石规条怎么也没想到 男主竟然训到不行 就这样还对他人指点两句 也就只会装模作样吧 要知道持有力量的人才有资格点评他人 所以你之前的摆架子 看来都是靠着眉弓衣的明星 听到这话后 男主艰难的使出一拳 但这种力道是规条学校 然而就在下一秒 但这一点直接激怒了男主 要知道在他没来风铃之前 完全是遭到所有人的排挤 因此他立志要靠一个人打出一片天 所以这场比赛 就算是死也不能输 台上的狮子成员 在看到男主突然的崛起 他们也猛逼了 就在台上 男主现在却以手为攻 不断的上前肉骨 他必须要证明对方的信仰 就是一坨大骨 显然石龟条不但能抗能打 男主根本就不是对手 他自己的绝对信仰 怎么可能被一个踩在脚下的人爱定 本以为男主就此败 可没想到 他竟然扛着对方的家板 硬是拿头顶上来 要知道男主到此 也不认同欺负弱行之作 并且不断嘲讽对方的作物 因为痛扁已经倒下的自己人 逆或者追着国中生到处跑的家伙 可没想到 这一脚下去 石龟条竟然没踩男主 而到现在他才知道其中事情 原来狮子成员竟然追逐一个 丧家之犬的风铃员 于是他便失陪一下 直接对着台下败笔的狮子成员走去 因为他们狮子集团和风铃员早有约定 谁也不能越过自己的地盘 现在石龟条知道了 原来就是这两人的问题 而这两人竟然说没见过 那个国中生这好人 索性就去捉弄了一番 再把两人干蒙后 石龟条毫不犹豫地脱掉了对方的衣服 可不料兔尔山却不耐反了 让石龟条继续上台干架 听到这话后 他也不犹豫继续走上台 于是直接对着男主放话 那么继续打吧 然而在之前 石龟条当时根本不是狮子一人 他却一人干翻了所有成员 完全展现出了碾压性实力 可没想到兔尔山却来到了此 他看到石龟条竟然这么强 二话不说 便想着让对方加入自己的集团 但此刻的石龟条明显还很工逼 可兔尔山根本不给他任何诉说的机会 拉着对方的胳膊就带他自己 就这样 在兔尔山的介绍下 渐渐的石龟条也融入了这个集团 顺利地成为了一员 慢慢的二人的关系也变得越发友好 也就在这天 兔尔山直接爬到天台 对着石龟条诉说一段 让他这辈子难忘的话 那就是以力量为绝对信仰这话 也就是说这种信仰是绝不屈服任何人 贯彻自己的誓言 而拥有强大的力量就是为了获得自由 在这些狮子成员老人来说 也知道刚加入的那个人很厉害 兔尔山带着石龟条两人 直接干翻了一股老牌势力的地盘 从此之后 二人也成为了狮子成员心目中的神 不过这时的石龟条却很单纯 他也只知道拥有绝对力量 就能获得自由的想法 而这一切的思想全部是兔尔山给他贯穿的 甚至他一直把对方当自己的老大 因为现在的石龟条不善言辞 也不知道该如何融入对力 但是只要有兔尔山在 他觉得未来可期 甚至很快乐 这就是自由的真谛 可是直到某一天 石龟条走去基地 来到外面后 他却看到兔尔山一人坐在顶上 原来此刻的他已经成为了狮子头帘的手 按理说现在的自己不但是最强的男人 也是最自由的人 但可是兔尔山认为现在根本不快乐 他竟然想要改变方案 要整个狮子集团人都变得和自己一样强 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感到愉悦 听到这话后 他却诉说身后成员被飞恶集团袭击了 听到这话石龟条本想着去解决对方 可没想到兔尔山直接一跃而起 此时的石龟条意识还没反应过来 但接下来的兔尔山的话更加让他懵逼 他认为被别人痛点一顿就中了 就不配当狮子成员 这些小爱战兵人都没有 对の역总是没适当 我猎 我最强确实是 我最强确实的 我就是自由 我由个人拥下 我自己会決定 也就从这一刻开始 单纯的石龟条彻底被托尔山改变 于是他便告诉自己的首领 以后这种扒皮的工作就由我来负责吧 从此之后 石龟条沦为了半黑脸的角色 而把受大家爱戴的白脸交给了托尔山 但这也是为了获得自由所需的力量 可男主也发现对方根本没认真打 但石龟条却什么也没说 他若有所思地看向台下的托尔山 双方的战斗也迎来了白热化 但男主明显感觉到了不对劲 他竟然很随意地一脚把石龟条踢中 原来此时的石龟条他自己都不知道究竟要干什么 因为狮子成员从来不收垃圾 但凡你要是干架输了 就会被石龟条无情的扒皮 可这一切并不是他内心的想法 他为了帮助托尔山 竟下定决心把这种错误贯彻到底 但在现场的石龟条却对自己的信念而动摇 可男主却不想多说什么 既然你说这里不是垃圾该呆的地方 那么你就拿出全部的实力跟我对谈 但石龟条却笑了 男主的实力在他面前根本不够看的 既然要打的话 石龟条把所有的想法抛到脑后 首先脱掉影响自身战力的拖鞋 紧接着拿掉发钱 那么他要开始认真了 看到这种态度 男主却更加兴奋了 さが 栩兴克克斯 善良 再租 被奥运 敌疑 这 很yang 二 自己 先生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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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台下风铃员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男主竟然能和对方全权肉搏到这种地步 但石规条毕竟是石规条 他的战力完全碾压现在的男主 不过双方也打得够久了 他们也准备最终的一拳 并且是不能闪躲的一拳 可不料石规条却想到刚才男主的所作所命 就算自己比男主强那么多 他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理念 再想到这一点 又回忆起当时土耳山错误的八皮做法后 但他却不敢直面对方 更没有贯彻自己信念 可他却看到男主坚定不移的信念 原来这就是自己缺少的勇气 也就在双方拳头接近迎接点时 石规条却松手了 被男主一拳干飞了出去 听到这话后 全场没有一个人不懵 而男主直接不爽 他怎么也想不通对方故意认输 就在这时 土耳山却走上了台 他已经迫不及待的准备和梅公一干架 可不料石规条却站了起来 他认为狮子集团毫无正义可言 并且承认都是自己的错 而梅公一却诉说你的任务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交给我吧 不过在双方干架之前 土耳山认为风铃人有那么多能打的选手 而狮子成猿人除了废物就是若鸡 所以才让自己无法获得自赢 不过这场如果赢了梅公一 那么风铃所有人都将会变成我的囊中 好 very 那梅公一生 longtime人都将会变成我的困难 两个月 中亚 能不能 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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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双方扭打的过程中 黄毛已经吓得实话了 就连会中国功夫的眼罩男 他也从来没见过这种男人 但中却知道 土耳山可是以最小年纪 当上狮子首领的人 听到这话后男主更加憋屈 刚才本想教训土耳山 被湄公衣阻止就算了 连石龟条也放水给了自己 这简直就是奇迟大路 而在场上的双方 土耳山出气不易的打法 湄公衣却被动防守 不过就在这时 湄公衣却告诉对方 如果你还是一直说着 那些幻想的假设 那么终将会继续难受下去 党大帮派的老大上场 进行一对一的单挑 压轴出场的他们 到底谁能站在最后呢 土耳山刚开始就对 湄公施展猛攻 每一拳都代表着 自己想要获胜的决心 湄公虽然一直在被动防御 但对打起来 也没有落入下风 就在土耳山抓住机会 来到湄公的后面时 接着一脚狠狠踢在了 湄公的后背上 本以为这一脚 会给湄公带来重创 殊不知 湄公立马转身面对 土耳山 土耳山此时感到很奇怪 刚才明明击中了 怎么没造成伤害 这时湄公告诉了他答案 声称他的拳头力道 简直太轻了 土耳山一听 立马发出一声冷哼 湄公问他 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他身上 没有背出任何东西 所以打人的力道 才会这么轻 土耳山表示 他听不懂湄公在说什么 他才不在乎 什么拳头轻不轻的 只要把人坐倒在地 结果不是一样吗 土耳山扬言说 现在就要把湄公 打到受不了为止 然后再次冲向湄公 湄公面对 土耳山的攻击 应对得游刃有余 在土耳山一个上勾拳 打中湄公时 此时湄公怒气直也被点燃 土耳山被湄公一拳 狠狠打他在地 但这一拳并没把他打醒 等他重新站起身来 嘴里说着自己 一定要变得更自由 所以让湄公不要妨碍他 湄公问他 眼里所谓的自由是什么 土耳山回答 就是过得快乐呀 接着湄公又问 所谓的快乐又是什么呢 土耳山说 就是现在和他 这样厉害的人打架 虽然嘴巴上是这么说 但湄公看他 现在好像也并没有多快乐 表示他现在对自己 根本就一无所知 所以才会无法获得满足 不断地做些幻想的假设 怪不得如今会这么难受 湄公说他还真的挺同情他的 土耳山文言脸色大变 然后挥起拳头 再次朝湄公公去 湄公一边躲避一边进行嘴盾 最后再一拳重重 打在土耳山脸上 试图让他找回真正的自己 此时的土耳山 已经接近崩溃边缘 他搞不懂自己 到底在追求什么 难道以前做的一切 都是错误的吗 他仰天长笑 试图寻找正确的答案 此刻的 他真的是受够了这种状态 回想这一路走来 他的内心似乎变成了一片沙漠 是什么导致他变成如今的模样呢 他现在到底在追求什么呢 想不通的他打算用拳头找到答案 然后静止冲向湄公朝他猛攻 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湄公面对土耳山的攻击 竟然不反击 便由土耳山一拳拳打在自己身上 就算被打得满脸鲜血也不还手 土耳山这时的精神状态忧 湄公告诉他 如果一直这么下去的话 今后肯定还会比今天更加痛苦的 土耳山真是听不下去了 竟然直接咬上了湄公的脖子 但即使这样湄公也没制止 反而借此加大嘴顿的力度 让土耳山想想曾经最初的自己 想想还没成为总长是自己的内心 那个时候才是他最快乐的时候 土耳山被湄公一个头锤打不后 他想起了曾经那段美好的时光 那时候他还没成为总长 身边的人很是照顾他 原来那时候才是最快乐的时光吗 土耳山没想到他所追求的东西 在最开始就已经在自己身边了 只是他一直没有发觉而已 直到现在被湄公彻底打醒 才幡然醒悟了过来 醒来后的土耳山终于改邪归正 抛弃了过去错误的观念 使归在一旁一直在道歉 他也是和男主打过后才明白了这一切 他很抱歉之前错误地引导了土耳山 现在就让他们回归曾经最真诚的彼此吧 如今他们已经找到了真正该追求的东西 此刻的两人都泪流满面 重新踏入了正轨 之后土耳山站起身来 缓缓走到湄公面前 把自己的衣服脱了下来 说要完成之前的诺言 既然输了就要让出整个狮子头帘 他也会退出狮子头帘 所以之后大家就拜托他了 诶、厉害的 诶、厉害的 但... 但是... 嗯... 那... 就要... 今天我和朋友 嗯? 所以... 今天是... 大家也都集中了 謝謝你 有了嗎? 怎麼... 好…是…是… 哈哈哈… 也许梅姊是有趣的 好!今天就完結了! 解散解散!